未来有考虑过可能没有一些新的那种推广方式吗 这就是我们近阶段跟微信小程序合作的一个因素 很多店排队效应比较好 通过上小程序来以后 俄顾客在到店之前已经把单点完了 这是点餐优惠 小这个是拿优惠券是吧 这买25间单元 这是咱们阿甘发展史是吧 对 这是阿甘发展史 新世界第一家店 16年 开业 就是之前是说开火锅专转店 带的带这么一个产品 结果这一个单品的运营模式 比整个几十平的店运营模式还要好 后来就是16年开始发展 不亏 然后17年就是设备物料打磨以后 到18年正式放假梦 阿甘发展史 阿甘锅盔它主打的是锅盔这样一个单品的模式 然后在口味上它是多元化的 但是你们有想过 就是现在的消费者 特别是年轻人 00后 90后 他们对于产品的品类 然后口味 包括品牌是不断地在求新求变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有一天会担心锅盔这样一个品类 会被消费者可能会厌倦 甚至抛弃 可能也会这个时间段会来得很快 我们有没有就是在品类上 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更加丰富 多元化的一些想法 从品类来讲 郭辉这个品类就是已经近千年了 它从品类发展上 它是有历史的 有机会的 对我们公司 对品牌来讲 要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从品牌结构调整 产品结构 还有未来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断地去更新迭代 现有的产品结构 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区域 然后季节性 就会适当地去增加一些产品 包括像我们冬季会推出 这个季节适合温补 我们会在北方会推出羊肉 羊肉过馈 然后就是在南方 我们可能会 现在市场 酸菜鱼比较流行 我们就会推出一个酸菜鱼过馈 然后夏季的大家都喜欢吃小龙虾 我们会推出一些小龙虾的过馈 因为那个小吃市场 实际上一直是餐饮业里面 竞争最激烈的红海 但是我们看到阿甘过馈 用了六年的时间 就已经扩张了一千家门店 覆盖了一百九十一个城市 然后主要未来还是靠 加盟的这个方式来扩张是吧 我们未来的话 就是公司会直营和加盟并行 因为如果是说你直营店做不好的话 加盟店也做不好 所以说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是直营和加盟共同发展 未来有考虑过 可能有一些新的那种推广方式吗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年多 实际上都在做扩张 也可能就说实际上一千家店 对于一个小吃店来说 已经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量了 可能下一步 我们会不会想就是沉淀一些品牌的 这样一些下一步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怎么去推广 这就是我们近阶段跟微信小程序合作的一个因素 这一年多有很多店在排队效应比较好 所以说就会形成在点餐 点单的过程上 消费者等的时间比较长 后来就是通过上小程序来以后 这个顾客通过上小程序 直接在到店之前已经把单点完了 以为是能减少消费者的等待时间 也能减少我们在现场操作的过程中 有一些压力 我们到天上填一下 就是这个微信扫一扫 对 微信扫一扫 很简单 很简单 这没干菜吧 没干菜 这点单就完成了 然后这里面小票就打出来了 就是这个我们不受区域限制 在哪点都可以 对 只要是选择这家店就好 然后它另外还有个取餐码还是时间值 这四七五二跟这个是对应的 在哪里通知呢 电单以后 服务员那里边有一个电单号 未来我们会考虑全部数字化的 对 有一个屏幕 屏幕到谁在直接就出来就好了 因为前期都是凑增加的嘛 就是硬件设施在改造的时候 都会把它加上去 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网红爆款店 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 有什么秘诀 我们没有去打造网红店 因为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定位 什么网红店 因为网红店可能是 你活得快和倒得也快 我们没有做过行销活动 我也没有去做线上宣传 也没有做过一些其他的品牌露出 只是说我们的伙伴 就是限制限售 在过程中去做好的认真 认认真做好每一张饼 比如说我们只是说 把基础工作做得好 做好了而已 就是我们没有太去考虑出 什么网红店的或者这样 都是顾客在享受产品的过程中 自主宣传的 口碑相传 对口碑相传 比如说像现在 三四线城市里面 它可能锅盔的消费者 很多是老年人 但是他可能比如说使用手机 很难去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就是帮助他们去 使用我们的小程序来点单呢 老年人就是使手机 我看有的去老年人 使手机比年轻人 使的小程序 使得还顺 有的会有一些个别的 使用上会有一些差异 我们店内的员工伙伴 都会去手把手的去教 看他认知嘛 如果是说他认为方便 他以后还会用 就现在我们 小程序的重复使用 还有复过率 已经达到将近30%了 又很高了 崔总因为您现在到阿甘 也是一年多了 但是实际上这一年多 阿甘经历了非常快的 一个发展历程 包括就是扩张 是吧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一年多 你有没有一些 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 印象深刻的故事 就是在深圳 我们有一个伙伴 江波章 一个月卖30几万 免足期美国 投资回收了 就肯德基都得上他去看 就下边是肯德基 肯德基一个月卖30几万 他也卖30几万 他一个月 现金回收十几万 然后 这个讲法上 就当初在选 位置也是第一次创业 然后当初我们在 评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考量这个区域 相对比较封闭 而且商场入入率 不是很高 后来就是考虑到 这个费用是相对合理的 就是 投资周期 是能回收投资的 就是我们给他建议 就是可以开 就是发现 其实我们小程序有 其他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像智慧推荐 还有一些就是用户沉淀 就是客户数据 这样一些沉淀的 这样一种功能 您觉得就是说 它对于咱们阿根过亏来说 可能这方面的一些 优势有哪些呢 从小程序我们使用 现在两个多月 从会员积累上 我们两个多月 会员积累就将近100块 这就是从未来企业发展 在品牌发展的过程中 都一个很好的一些积累 比如说也是我们明年 一个工作重点 然后再也就是说 我们从店内消费数据上分析 我们的平均客单价 成长了40% 然后我们的研究额 成长了15% 这就是说我们从直接上 就是得到的一些利益 还有给到店内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所以说未来我们小程序 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会考虑到一些新产品的宣传 然后还有一些促销活动 都会通过线上 所以小程序这样去推广 这样的话消费者就不用 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去了解 有可能原来可能说到店里才知道 这样的话他在家里 或者是说在任何场所 只要通过小程序 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店内的一些产品活动 新产品的上市发布 这个是哪优惠券是吧 对 这买25间内员 然后再到这边来店 这家是直营店还是家门店 这家直营店 也是你比较早的店吗 18年12分开业 这家比如说销售额 在你们整个上海地区来说算好的吧 中档 因为这个商场是新开的商场 新开的商场在前期培养的过程中 是比较慢的 这家店也是作为我们公司一个培训店 就是参观店 这家店比较旧了 它是算第二代店 未来的话可能收益员这个位置 也会逐渐地取消掉了 会减少 越来越小了 但是不需要人操作人员 现在就是说因为前期 我们是小程序增加一些改的 但是如果在设计的过程中 可能说我就一个展示屏 或者线屏幕形式的 就不需要人围在于操作人员 接下来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你们这一千家店 或者未来开的更多的门店里面 我可能就全部实现这个小程序的点单 这样一个工作了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也是说我们在跟加募商伙伴 沟通推广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从我们支营数据上来看 增加了现场点单 我们平均每家店节省的0.5到1.5人 这样的话就是说直接省的就是利润 阿根郭奎现在也有在海外设店的 这样一个计划可能已经设了是吗 对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已经开了两家店 两家店 然后美国现在近期已经在筹备中 现在也是想在新加坡 美国也是想做一些小程序吗 因为实际上你刚才谈到就是说 小程序点单是节省了很大的一个人力的这样一块 但实际上在海外市场里面 人力的这个成本是最高的 是吧 有考虑过 现在包括我们也跟一些炮子的供应商 也都在去掐谈这个问题 现在逐渐在试验嘛 测试阶段 公司有什么新的产品 然后测试都要在这里边去做 所以你们下午茶就是有时候就会吃过亏 是吧 新品过亏 对 有些新产品呢 还有一些需要测试的 就是先做一把 包括设备测试 产品测试 无料测试 在这里 对 就是上午我们现在在店内销售的一些产品 打开腾讯新闻APP 添加眼界页卡 更多精彩内容独家花絮 等你来看